唯有特異功能动态才艺大赏颁奖典礼当中 评审委员朱德纲 他肯定学子们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在动态舞台上发挥多元的才艺 让孩子们一意再生 精彩一生 唯有特異功能动态才艺大赏颁奖典礼当中 关键府也聘请评审委员和教老师 来说明学生们展现的实力 并且通过一系列活动提供本线特殊需求学生 展现自我的机会 发挥起多元的才艺 让孩子们一意再生 精彩一生 这一次的评审呢 其实每一个学校的老师跟同学 所展现出来的作品都相当相当的不错 其实我跟另外两位评审 也是在评审的过程里面讨论了很久 然后才选出了这些 这些很棒的同学 但是说实在话 就是说你们愿意站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表现 其实不瞒各位说 我朱德纲在国中的时候 我是不敢面对大家说话的 甚至于老师叫我去参加演讲比赛 我躲到厕所里面去 我不敢上台 所以我看到各位同学们有这样子的表现 其实你们都非常的强 非常的棒 那在这边呢 我也要谢谢所有指导同学的这些老师们 你们真的很辛苦 但是也希望各位老师 各位校长能够继续支持他们 让他们继续燃烧这一份热情 让所有的才艺表演 艺文表演 一直在我们的花铃线发光发热 评审委员针对表演精湛 创意以及一体推广 然后对精神与默契 服装造型等等 并选出才艺优胜 创意非凡 以及特意独行等奖项 攻击53个参赛队伍获奖 而获奖学生在颁奖定义当中 卖力演出获得在场嘉宾一致好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